北非伊斯兰教国家摩洛哥在当地时间9月8日晚上11时11分 发生地震规模约达瑞士规模6.8强震 截至9月12日已造成至少2862人死亡 2562人受伤 而且许多人伤势严重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下令全国从10日开始 降伴其哀悼三天 据Welifway报道 镇阳位于摩国南部旅运枢纽玛拉喀什西南约71公里处 史高阿特拉斯山脉山区整片村落遭到消灭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 镇源深度为18.5公里 半岛电视台指出 这起地震被认为是摩洛哥120年来最大的地震 人们半夜从床上跑到街上 基础设施薄弱的山区村庄被移为平地 古城的建筑物也都倒塌 记录到数百次余震 最强烈的余震达到瑞士规模5.9 此外 摩洛哥部分古迹也在这长墙震中受到回损 修建于12世纪的廷梅尔清真寺的部分区域已经倒塌 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墙壁倒塌 残骸成堆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马拉克什老城区 有着红色夯图所制成的红墙有部分受损 但包括捷马爱夫纳广场和库图比亚清真寺在内的一些重要遗志 则似乎仍然完好无损 据CNN报道 USGS表示 从1900年以来 摩洛哥此次地震方圆500公里内从未发生过瑞士规模6.0以上地震 100-1000人丧命的几率达到34% USGS并指出 摩洛哥灾区建筑非常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 虽然部分存在抗震能力 但有很多都是五钢筋结构的泥砖房 可能会出现大范围的损失 灾情恐怕会持续扩大 穆莱卡拉新居民EUptodai告诉以色列时报 我感受到巨大的震动 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10秒钟 一切都消失了 一位女性灾民Sida Botchich告诉半岛电视台 地震发生时她正在家中睡觉 屋顶倒塌时她被困住 无法顺利逃脱 幸运的是 邻居赶来救她 把她拉了出来 我的邻居徒手清理了瓦砾 救了我 Bodget说 我现在住在他们家 因为我的房子全垮了 另一位马拉克时居民KadijaSida告诉半岛电视台 地震发生时她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 突然感觉有点摇摇欲坠 后来甚至感到房间在旋转 接着她听到人们尖叫 于是意识到那是地震 她没有穿鞋 也没有拿手机就跑出了公寓 当她离开时 大楼的楼梯也在摇晃 虽然地震时间很短暂 但人们都在哭泣 害怕 彼此相互拥抱 她说 许多灾区居民现在选择露宿街头不敢回家 因为担心愚症或轻腿的屋顶和墙壁倒塌 正在摩洛哥服侍的美国国家心理健康急救训练师珍妮福 拉维牧师在脸书发文报平安 并贴出数章灾情照片 她表示地震当下 感受到恐惧和创伤的情绪 所幸她不已离开灾区转到其他社区服侍 但对地震瞬间夺去很多人的性命 人觉得余悸犹存 也呼吁众人为当地灾民带倒 愿在上帝的恩典中 平安临到他们 摩洛哥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 著名作家哈桑 奥里德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尽管这场悲剧规模很大 但政府强力的反应和地区的团结 给摩洛哥人带来了希望 奥里德说 摩洛哥在应对这场灾难方面 将面临着众多长期挑战 但当务之急包括营救被困在废墟下的幸存者 并未失去家园和生计的人们提供住所 食物和医疗服务 还必须解决对幸存者的心理影响 但除了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之外 重建工作还必须包括加强基础设施以抵御未来的地震 这是从这场悲剧中吸取的宝贵教训 他指出 尽管这场危机规模空前 并留下了创伤 但奥里德确信 这场危机将激发摩洛哥人们最好的一面 展现人类在逆境中团结的力量 随着摩洛哥努力应对这场灾难的后果 人们希望国家会变得更为强大 为未来做更好的预备 他说 但有些灾民则未如奥里德这般乐观 72岁的登山向导哈米德·伊萨拉赫表示 他和其他许多人虽还活着 但前途渺茫 因为他们缺乏经济手段来恢复活力 在国王呼吁全国各地恢复经济活动 并下令开始重建被损毁的建筑物后 一些马拉克时商店老板周日早上重返工作岗位 在这场毁灭性的地震发生后 许多国家包括非穆斯林国家已承诺提供援助 但摩洛哥现阶段仅先接受西班牙、英国、卡达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所提派遣搜救团队的援助 联合国表示 他们在摩洛哥设有一个小组 负责与当局协调国际合作伙伴如何提供支持 五国界救援组织表示 来自世界各地的3500名救援人员已组成约100支救援队 有已在联合国平台注册 并准备在街道请求时部署到摩洛哥 联合国估计有3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 一些摩洛哥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政府不允许来自国外的更多帮助 在以色列、军方和其他紧急医疗救护组织 包括红色大卫之心和Israelid已联系摩洛哥红十字会主席 将提供协助 但由于摩洛哥尚未接受他们的提议 因此无法出发 中华民国消防署于9日表示 台湾搜救队伍已整备完成 共120人包括4支搜救权等成员及装备 接获指示就可搭专机到当地池源 外交部也于10日宣布于将捐款50万美元 协助摩国灾民灾后复原重建工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UNICEF在新闻稿中表示 从长远来看 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将需要住所 安全饮用水 健康和医疗帮助 以及食品和营养支持 包括社会心理支持在内的儿童保护服务 对于帮助儿童和父母处理他们的痛苦经历至关重要 让孩子们重返校园 对于他们的长期康复也很关键 台湾时间11日上午 以色列的紧急医疗组织联合救援在推特发文表示 他们已到过巴拉克时 正前往尚未有救援队的地齐瓦度地区的山村 当地破坏严重 但人们相当坚韧及坚强 基督教紧急食物救援组织世界中央厨房 在脸书贴出影片表示 他们正开出运载食物和水的卡车到各地灾区 而在公路无法到达的地区 他们会步行或骑自行车前往 有些地区由于山体滑坡太危险人无法进入 而且风势太大 无法使用直升机 但一旦安全 他们就会飞去支援 英国的基督教援助会也透过脸书发文 邀请世界各地基督徒一起为摩洛哥祷告 摩洛哥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 99%的人名是穆斯林 根据敞开的门2023年公布的资料 该国的基督徒人口仅占0.1% 在2023全球守望名单中名列第29名 天赋 恳求迷使摩洛哥的灾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 并且不再有更重大的伤亡传出 也使身心灵受伤的人民能尽快康复 感谢迷让北非勇敢的基督徒不顾风险选择跟随您 在其他基督徒的支持下 并获得圣经和属灵书籍来鼓励秘密信徒 请调节紧张或破裂的家庭关系 保护那些受到身体暴力威胁的人 阿们